西特勒在东线战场上的失利 仍心有不甘 决定要再次发起进攻 但是此时 德国出现了燃油供应不足的情况 西特勒值得停下对北线的进攻 转而向哈尔科夫以南地区发起攻势 那里有丰富的油田矿产 德军一集团军群向南挺进 继而占领油田 B集团军群在顿河沿岸设置防线 掩护A集团军群的侧翼 接下来 德军向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守军发起进攻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德军使用了400毫米口径的铁轨炮 轰击苏军阵地 1942年6月底 德军攻克了塞瓦斯托波尔港 扫除了障碍 可以顺利通往前方油田的道路 6月28日 德军的进攻开始了 B集团军群强行突破至顿河西岸 然而为集团军群的推进 遭遇苏军猛烈的伏击 至7月9日 当B集团军严顿河快速突进时 希特勒却命令他们 转到夺取斯大林格勒 但是为何要进攻 这座没有任何战略价值的城市呢 难道是因为 这座城市是用它死敌的名字命名的吗 德军不得不仓促地执行这个新的命令 接下来 希特勒的指挥再次失误 由于德军在高加索地区遭遇苏军顽强阻击 进展缓慢 希特勒将B集团军的装甲集群调往山区作战 因此又延误了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 得到支援的A集团军顺利通过了高加索地区 抵达距离离海110公里处 意图将苏军进行分割合围 但是希特勒又重新改变了命令 由于B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缓慢 他再次命令装甲集团军 重新回归B集团军 8月9日 A集团军顺利占领麦克普油田 结果却发现 这座油田已经损毁殆尽 因为失去了装甲集群的支援 A集团军已经无法夺取 高加索地区的其他油田了 由于希特勒的招令膝盖 让德国陆军苦不堪言 8月底 德军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 进攻已经迫在理解 而这也将成为二战史上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一次重大转折 1942年8月17日 由鲍鲁斯将军率领的德军第六集团军渡过顿河 开始向斯大林格勒发起攻击 一支德军装甲部队抵达福尔加河 双方在郊区爆发激战 此时的斯大林格勒已经固若金汤 由于希特勒调集B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南下支援作战 这位苏联人提供了两周的时间巩固防御 德军斯图卡市俯冲轰炸机 在前方杀出一条血路 地面装甲部队迅速推进 战斗进入白热化 苏联守军利用下水道进行迂回作战 废墟上的制高点都隐藏着苏军狙击手 至九月末 德军已攻占城内大部分地区 据福尔加河仅一部之遥 为了能占领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也在所不惜 1942年10月4日 鲍鲁斯对斯大林格勒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装甲部队强行穿过瓦砾与废墟 近距离向建筑物开火 德国人似乎马上就要取得胜利了 但是真的能让希特勒如愿以偿吗 时间到达11月下旬 苏联援军终于赶到了 为斯大林格勒防线增加了一百多万兵力 一万三千门火炮 一千辆坦克 上千架战机 11月19日 苏联援军向德军北翼发起猛烈攻击 上万门火炮轰击在德军阵地上 替三次坦克强行撕开了德军的阵地 形势陡然转变 现在轮到德国人投降了 次日捷报频传 苏联红军在南线的攻击也异常顺利 11月23日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形成前行攻势 将德国第六集团军分割河北 鲍鲁斯向希特勒请求撤退 但是希特勒的命令是 坚守待援 为了救援鲍鲁斯的第六集团军 东县总指挥曼斯坦因元帅 于12月12日发起了冬季风暴行动 德军装甲部队向苏军发起了反击 起初装甲部队推进十分顺利 但是随后朱可夫元帅迅速调集预备队参战 将曼斯坦因的救援部队击溃 12月23日 苏军第二阶段进攻已经展开 曼斯坦因的装甲部队被迫撤离 至十二月末 在斯大林格勒被困的德军陷入了绝境 苏联空军掌握了制空权 对第六集团军展开毁灭性打击 地面部队稳步推进 二十多万德军士兵被困 1943年1月31日 鲍鲁斯选择了投降 约十万名德国士兵被关进了战俘营 战后 回到德国的却不足五千人 斯大林格勒战役 德军伤亡约三十万人 苏联阵亡近五十万 这是纳粹德国在东线战场上 遭受最大的失败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 让苏联军民欢欣鼓舞 接下来 朱可夫元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 驻守在高加索地区的德国A集团军 苏军从斯大林格勒向西开拔 希特勒勉强同意 一集团军群开始后撤 1943年1月12日 朱可夫元帅下令全线发起总攻 在长达八百多公里的战线上 发起猛烈的攻击 此时苏联红军的兵力是德军的十倍 德军只能仓皇撤退 截止到二月末 苏军收复了库尔斯克与哈尔克夫 在苏军强大的冬季攻势下 短短数月的时间 德军就伤亡近一百万人 武器装备更是损失殆尽 而苏联人拥有强大的兵员储备 坦克武器 弹药 更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战场 加上英美两国的物资援助 总体实力已经大大超越了纳粹德国 苏军的卡丘沙火箭炮威力巨大 令德国人闻风丧胆 但是此时的希特勒还在幻想如何在下级发起攻势 绝地求生 然而苏军的进攻已经深入至德军防御纵身 形成了一个突出步 希特勒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他可以切断苏军的退路 将其分割合围 在他手中还有一款秘密武器 那就是重达55吨的虎式重型坦克 他的装甲厚重行动缓慢 但是火力强大 配备有一门88毫米口径火炮 此外 还有一款暴式坦克 速度稍快 配备有75毫米口径火炮 苏军的T-34坦克 从正面很难击穿他们的装甲 为达到奇奇效果 希特勒决定推迟了进攻计划 准备将大量的新型坦克输送至前线 在德军装甲部队开始集结之时 苏军诸可夫元帅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知晓了德军的意图 于是 他下令在多条防线挖掘反坦克壕沟 布置雷区 并集结了数量庞大的坦克部队严阵以待 库尔斯克会战即将拉开序幕 1943年7月5日 德军的装甲突袭还未开始 苏联红军已经抢先展开了 大规模的炮击行动 即便如此 德军装甲部队仍然强行向前推进 但是此次的装甲突进遭遇了苏军的好够攻势 他们的闪电战毫无用武之地 德军伤亡惨重 北线德军阵亡25000人 被击毁坦克200多辆 南线德军1万人战死沙场 350辆坦克被摧毁 1943年7月12日 900辆提34坦克朝德军侧以铺去 这是二战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大战 双方投入了近2000辆坦克 苏军提34坦克强行撕裂了德军防线 与虎式坦克展开近距离厮杀 历时一天的惨烈战斗 德军又损失了350辆坦克 仓皇撤退 与此同时夺取制空权的苏联空军强势出击 强大的一二二型强击机 疯狂地屠入德军坦克 7月23日 纳粹德国已经失去了 他们所占领的苏联领土 大批陆军精锐部队损失殆尽 希特勒在库尔斯克会战中 葬送了5万多名士兵与700多辆坦克 此战之后 德军在东线战场一溃千里 苏联人已经彻底扭转了战局 打赞还订为 está逃適烦 正于果然化 那传岁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